剛才這麼多,那有些太多的東西我先把它去掉 我只要留一個H1就好 然後另外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我真的在中間我想要多一點空白 我要怎麼做好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你用全型的中文 你看喔,我Ctrl空白鍵 是中文的輸入方 我可以再按Shift空白鍵 就變全型的,你看這個一樣灰色的 就變全型,Shift空白 當然各位可以只有畫面上直接畫出點這個 它就變成全型的 或半型的 OK,然後你用全型的空白 去 空,你看這個字就,一次空白就很大 如果你空很多個空白 存檔 F12 因為我是用全型的空白 不是半型的空白 OK 好,那如果我還是希望半型的,我就把它切回來 然後把它刪除 好,這個先簡單的補充說明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個東西 叫做,word裡面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叫項目符號 知道嗎 啊,word裡面不是有那個 那個什麼 可以有 第一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什麼 第三點是什麼 那也有一種是 前面是一個 我們叫Fullit 就是那一種 一個 黑圓點 Fullit 有沒有 點 什麼 一個點,兩個點 比如說 我這邊本來有幾個文字 幾行文字 我隨便亂打 好 幾行文字之後 我們不是可以是把它選擇起來 設相互符號 有沒有,就是1234 你可以用這種相互符號 原電的 有沒有 現在跟各位講這個 在Ginevere 在網頁裡面怎麼設 首先第一個 你要打OL 這個標籤 OL 所以你這邊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OL 其實還有一個完全一樣的功能 叫做UL 什麼叫OL 什麼叫UL OL叫做OlderList 那UL叫做 AnOlderList 一個叫OlderList 一個叫AnOlderList 有順序的條例 還是沒有順序的條例 還是沒有順序的條例 有順序的條例 有順序的條例 就是前面會有 1 2 3 4 A B C D等等的這種字樣 叫做OlderList OlderList 這個 AnOlderList 就是前面是點點點的東西 OK 那 不是這樣子就可以運作喔 還要再搭配一個標籤 叫做Li Li Li 叫做List Item List Item 項目 OK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邊怎麼做 我有OL的頭 OL的尾 先打好 接下來呢 我在這個OL裡面 又要有小孩了 OL小孩 就叫做Li 比如說Li之後呢 我先把頭尾先打出來 然後再去中間 這個地方打字 比如說我這邊打 台北市 我就用複製的 第二個 也許我叫新北市 第三個 比如說叫桃園市 好 接下來我再挑快一點 比如說台中市 高雄市 高雄市 好 好 好 所以呢 我現在是寫五個就好了 來 各位看一下 它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有個OL頭 有個OL尾 然後中間包著它的小孩 Li Li Li的結尾 Li Li Li的結尾 所以打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Ctrl S出唇 F12 2 預覽 有沒有 出現的就是這樣子 1 2 3 4 5 然後呢 我們再來試一個 除了OL之外 我說跟OL 同性指的 叫做UL 請你別忘了把頭尾都改掉 UL 跟UL 裡面的Li不變 你只是改 OL 跟UL 存大 存大 F12 看到的結果就是 點點點點點 OK 先到這裡好了 先到這裡 請各位先試一下 OL跟UL 這個東西 謝謝 contra 戰て 玉 可 這個 恐� oste